歌手Seven与演员李多海 经历了八年的爱情长发后 去年携手不如婚姻的殿堂 收获大批粉丝祝福 金与夫妻郎在节目中 分享了两人在忙碌的工作生活中 如何平衡家庭与事业的挑战 李多海和Seven会一起 在澳门国际电影节上 李多海用流利的中文介绍Seven 展现了他在语言学习上的努力 男人也分享了约会的甜蜜时刻 李多海称赞Seven的细心体贴 透露老公即使在恋爱初期 也一直很照顾他 起初还以为是为了要留下深刻印象 相处久了才知道对方的性格就是这样 当谈到未来计划时 Seven开玩笑的说要生五个孩子 组成一个大家庭 李多海则笑着表示会尽力 但就算没有孩子 夫妻娘现在也很幸福 男人谈言 繁忙的工作日程 让他们难以规划家庭 李多海经常需要远赴海外工作 身边完全听不到熟悉的韩语 感到孤独和压力 说到这里更忍不住掉泪 Seven则表示很心疼妻子 不愧会尽力支持他的事业